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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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從我戴上去的第一天就被稱讚到今天 嘿 就是這個 華為最新發布的WASH GT3 Pro白色版 馬上來上手體驗吧 WASH GT3 Pro這次一共出了男生版跟女生版兩種 男生版就是灰色Titanium材質46mm的大錶盤 戴上去是幾Man一下的啦 女生版的話就是這個 好傢伙全白色42mm小錶盤 簡直是戳到我 它有真皮版的全桃子板可以選 這樣我拿到的這個很明顯就是真皮版 真皮的好處就是比較輕 戴上去比較熱腸比較casual一點 而且它的這個整皮是軟軟的那一種 戴上去是很舒服的 OK 接下來要開始讀你們了 準備好了嗎 WASH GT3 Pro全白色表身 便便有金色線條 聽講設計靈感是來自於貝殼 那貝殼的24個起伏 對照在表圈上面的24個波紋 而24又剛好是時針旋轉一圈的24小時 整個感覺就是很精緻 背面色是新綠的透鏡還有玻璃鏡面 都是藍寶石材質1.32吋AMOLED高清彩色屏 旁邊的button是3D旋轉錶關 還有運動模式的short cut鍵 錶盤的話可以隨意換 而且這次華為特地為了這個白色手錶 設計了幾款全新的watch face 比如說珍珠錶盤啊玫瑰花錶盤啊 這個玫瑰花錶盤是會隨著時間慢慢開花的哦 但是我最喜歡的還是這個Cloud設計的 白天看真的是藍天白雲的 但是一到了晚上它就直接變成了黑金色的設計 一開始我還以為是我自己不小心換掉的錶盤 原來是auto變的 反正這次watch GT3 Pro 無論是顏色或者設計上面都很百搭耶 比如說我今天穿小裙子OL服居家服運動服 感覺穿上去都可以match的到耶 整體給我的感覺就是比較用心跟很細膩 好啦外型講完入正題 watch GT3 Pro到底加入了什麼新功能呢? 我們馬上去實測一下 新功能1 ECG心電分析功能 就是把手指放在下面的這個button 放注意下就可以檢測一個人的心率是否正常 可是目前馬來西亞還沒有這個功能 大家就等一等了 另外同樣可以檢測血氧 睡眠 呼吸健康 壓力 還有身體周期等等 這邊還是要講一下哦 智能手錶上面的任何健康類數據哦 都是給你用作熱場參考 有什麼事情讓你可以及時去醫院罷了 並不能夠代替醫生啊 新功能2 有新的運動模式了 其實watch GT3 Pro裡面本身已經有100多種的運動模式了 但是跟著大家的興趣 他這次就新加入了自由潛 Free Diving模式 還有高爾夫練機場模式 自由潛的意思哦 就是說你可以帶著直接到水價30米都沒有問題 而且重點啊 你是不用防水殼的 直接帶著跳下去就可以了 而且跟之前防水不同哦 他這次是可以直接對抗海水哦 智身可以 Titaneum可以 Serum可以 但是皮我是覺得不懂啦 最好是不要啦 OK 現在我們就去泳池還有高爾夫練習場 去實測吧 OK 為什麼是去泳池呢 因為KL沒有海 所以我們就用泳池頂舉先啦 等一下我就會把這個 watch GT3 Pro丟進泳池裡面 這個泳池大概1米多罷了啦 然後再放個10分鐘左右 看看有什麼問題吧 OK 計時個10分鐘 登 登 OK 下去吧 等一下你要把我拿回上來耶 蛤 我沒有穿泳池耶 啊 10分鐘後 你要拿 扭帶泳池嗎 Ascuse me A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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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你 原來是小朋友來的 他不能下去大人的這個泳池了 你幫我下不然怎樣水來拿 回來 回來 我看到救醒了喔 有阿邦在下面玩水 Hi Hello Hi 信你信你 阿邦是好人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耶 得救了 46 現在還有40秒 剛剛10分鐘 謝謝阿邦 阿邦是好人 基本上 都沒有問題啊 聽說泡個774的酒田都不是問題耶 我們特地來打Uncoff了 我還換了衣服 你為什麼要講話這樣小的 因為這樣很多人我抱我名字 打Uncoff的喔 都是有錢人來的 我們不可以表現出我們這樣耍鼓 我們要看起來比較有錢一點 來 現在我會打開這個高爾夫練習模式 就是Driving Range 這邊剛才那個姿勢寫 如果你的姿勢不對 或者你沒有打到 它是不會算進去的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他這邊會算我的Swing Tempo 我的上趕速度下趕速度 什麼啊 英文不會看耶 沒有 因為打高爾夫練習比較硬 喔 欸 該是這樣沒錯 呃 其實打50粒球才7塊半罷了 很便宜 OK 我們現在試試看啊 看他會不會Record到啊 如果我一發就可以Record到的話 這樣我也很厲害 我去到25那邊 25那邊 然後我這邊馬上就鎮了一下 Shot 1就是我第一趟 Swing Tempo是2.9 現在是第二趟 我現在有經驗了 有經驗的後果 他只在這麼靠近的地方 其實也有人在這邊的 你看 我在那邊 很好了咯 哈哈哈 你們能看到嗎 很遠了耶 我的Stroke 2 第二趟 Swing Tempo是2.9秒 然後這是上趕速度 0.87秒 下趕速度0.30 這個應該是perfect了的啦 對 只要青色都是好的 所以你不會看都好 你只要不是青 不是紅不是黃 現在我們已經打了20趟了 其實往上滑了 其實它有demo 怎樣正確去打高爾夫的 就慢動作這樣打過去 你在滑的話 它會教你怎樣正確拿那個球趟 然後最後再回到這個頁面啦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打完了 下雨了 這個就記錄完我整個打高爾夫 練習的這個數據啦 就是我總共打了20趟 然後我再回到這個頁面啦 我的Average Swing Speed就是22.6秒 Faster Swing是27秒 然後還有一些Performance類的東西 然後還有我的Workout Step 就是我滑了多少cal 我的心跳這樣子 最智能體驗上面咧 藍牙童話 OK 等一下我想吃McDonald McDonald 你不是在減肥運動嗎最近 減肥是明天的事 音樂播放 OK 遙控拍照 OK 還有Message Notification等等啦 一般上普通的智能手錶有的功能 它都有 那虽然方面呢 官方數據是說 可以耐氣田 重度使用的話 就是4天 但是我自己親自測試過了啦 這幾天下來 我都是輕度使用了3天 然後現在我們剩下47% 照理來說咧 夠還可以多用2天 就是5-6天不是問題 總結來說咧 我覺得這次Vox33 Pro 它以這個方式出現的 算是聰明的 因為要比功能的話 目前大多數智能手錶 今天這家有什麼新功能 第二天別家就馬上有了 功能配置越來越相似的情況下面 如果你要突回而出 你要殺出一條血路的話 你就必須只有靠 顏值去取勝 你要變得更加Fashion 更加百搭 更加適合OL啊 艾美的人啊 潮人去搭配 尤其像我這種人 而另外一點呢 就是依靠 Harmony OS來加分 因為華為產品一直都是 主打分布式體驗嘛 而這個智能手錶 可以做到連接手機啊 平板啊等等 從而做到更多東西 達到真正的智能體驗 而這兩點呢 就是目前別的智能手錶 還沒有做得到的 接著最後講一下價錢吧 WORK GT 3 Pro白色真P款 1599 白色陶瓷版2399 還有灰色Tidenium版本1399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